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架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鱿鱼炒冬笋 这几个小鱿鱼非常新鲜 眼睛还很亮 先把鱿鱼除了一下 把头拉出来 去掉脑骨 把这黑膜和肠子去掉 把眼睛搓开 挤去里面的墨汁 用剪刀给它搓开 再把嘴巴去掉 除了完以后用清水洗净 这个鱿鱼我就不破开了 因为鱿鱼不大 这个本地鱿鱼 就把里面有泥沙的 我给它用筷子脱一下 脱一下把洗一下就好了 这个也没有生什么多少膏 就一个有膏的 这一个有膏的给它洗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 不用去皮 将把鱿鱼改一下刀 这鱿鱼头用刀破开 就整个就可以了 鱿鱼尾接直接切圈 这样就完全处理干净了 这样就完全处理干净了 放一边备用 我们来准备冬笋 这两个冬笋我已经处理外壳了 接下来直接改刀就好了 将笋对半开 这小米辣不用切 去掉耕地就可以了 两个姜切小块 蒜头切片 青蒜切小段 蒜叶出锅备用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接下来把冬笋焯一下水 去下色味 水开以后再把笋下进去 加点盐 去下色味 现在把冬笋捞出 焯水时间我切的这么薄 焯了三分钟就可以了 捞出的时候用清水过一下清水 锅上热后加点油 爆香葱姜蒜 青蒜的头先放 爆出香味以后 直接用大火蒙炒鱿鱿 不用焯水 加点料酒 加一点胡椒粉去腥 盖上盖子 走两到三分钟 好时间到打开盖子 这鱿鱼很好一点都不会缩水 再把冬笋加进去 进行调味 加一小勺盐 加一点点生抽 起个色 再把几个小米辣加进去 用大火酥汁 出锅前 加点香油 再加露青蒜叶 青蒜叶要最后一步放 翻炒两下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今天这个鱿鱼炒冬笋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炒这道鱿鱼炒冬笋的时候 鱿鱼我不用凑水直接炒 而且时间不易过长 太长了就会老掉了 冬笋一定要凑过水 不炒水的时候你可以用盐 就干炒一下 剩出备用 这样炒起来也非常好吃